老道好,关于这个土工,俄罗斯,习近平,乌克兰的事情 有两个消息,我们合在一块儿讲 你能看出其中很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消息是以小兄弟告诉我的 说这个出大事呢,出大事呢,是不是 苏老师跟你讲个好消息,出大事了 我啥消息啊,这么一惊一乍的 胡锡进老师在微博上面发了一个消息 说看网上,一个采访出现对乌克兰 该不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争论 脑狐想换个角度说话 我觉得啊,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的西方不厚道 他们既然支持乌克兰 就不该像拜登那样鼓励人家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死光光 他们应该派西方的子弟兵一起上啊 与乌克兰人民一起死啊 他们的原俄武器也应该用来攻击俄罗斯众生啊 普京怎么痛就怎么打呗 轰炸莫斯科也行啊 他们现在扣扣收收的啊,只允许乌军把原乌的武器在乌克兰用 或者在俄边境的部分地区用 爬手里有核武器的俄罗斯掀桌子直接跟西方就干 这也太怂了吧 他们只是给点并非最先进的武器 然后就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给欧洲当屏障 这也推自私推阴险了吧 说这个美英法德各出一个师 把西方最先进的导弹都用来轰炸俄罗斯境内的关键目标 陆海空一起上 乌战形势很快就会变地 西方他们爬个啥呢 正义的战争吗 打呗,有啥风险扛不住呢 今天普京发出那核警告,美国和西方也不是没有核武器啊 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在耍乌克兰人和他们的司机总统嘛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话呢阴阳怪气的啊 但是里面大有文章可以发掘 绝对是大有文章 现在习近平这边呢 就是有点烦躁了 知道吧 因为这个俄乌战打这么久 乌克兰的老公不下来 俄罗斯没什么暖用 是不是老是磨磨叽叽叽叽的 你这样老公不下来的话 你俄罗斯的经济不行了 是不是 你就害得我们的习主席整天晚俄罗斯就送东西 送的也没什么暖用 都是打酱油了 是不是 都是撒水坑里的 没得个无底洞都 不是个办法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全世界最希望习近平 全世界只有习近平最希望普京能够赶紧就是搞定 搞定乌克兰 他搞定乌克兰以后呢 就能搞定 他就有胆子搞台湾 就有胆量搞这个菲律宾 就有胆量跟日本人干 所以他特别烦 所以这些话里面呢就是什么 他希望把事情搞大 事情搞大以后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习近平可以转移全世界追讨他的这个武汉放毒的责任 这个事情习近平老怕了 是不是 说不定有一天全世界的法庭把习近平就给抓了 都有可能 这个事可不是一般的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习近平希望俄罗斯把事情搞大 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 是不是 那就是毛泽东的智慧啊 就从大乱到大治啊 就乱中取胜啊 这当年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日本呢 是不是他希望日本人打起来啊 日本人不打现在 以毛泽东的那几个吃鸦片的那个臭牛马 土狗地皮 他能够搞定中国 能够夺下中国的江 中国的江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毛泽东后来心里明白嘛 是不是 给日本人见面的时候 我们的感应心里啊 是不是 他这个意思啊 毛泽东升得这个习近平 升得毛泽东的这个精髓 所以乌克兰和这个普京这边的打仗啊 如果搞大的话 习近平有三重好处 他当然希望打了 是不是 但是普京脑子磨磨叽叽 磨叽叽的话 普京之所以不敢最后决战啊 我认为应该是有背后有阴谋的啊 有人这么说的 说应该是普京和这个美国的拜登和北约 他们商量好了的 是吧 做了一个局 然后呢 普京这边呢 也支持他连任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美国这边呢 也能够发展战争查 也能够转移一下视线 否则的话 你说实话 以普京的军事实力 你要攻一个乌克兰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真没什么问题 再说了 人家胡锡进说的话有道理 你怎么不敢打莫斯科呢 你怎么就在乌克兰的自己的土地打仗 哪有这样打的 是不是 我心里就二话不说 我直接轰死你 你看台湾人就这么说话了 台湾人就说 你只要敢 你只要敢攻打我台湾 我就敢攻打你的军事设施 比如你三峡啊 比如你北京啊 比如你上海啊 比如你洋海那么多核电站 一打一个准 连川普总统都知道 是不是 你只要习近平 你敢侵略台湾 我就轰你的北京 是不是 把你的脑架给你轰了 把你的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直接给你掀翻了 你还打不打 是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呀 为什么 为什么他到现在为止 还不攻打莫斯科 那肯定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文章 所以现在最急的不是普京 普京这么拖着 反正有细胞子在背后出钱出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看另外一个新闻 另外一个什么新闻呢 说这个 说这个普京最近呢 新加坡这边不是在开会吗 军事会议吗 什么是 普京在国内就抱怨 说 说我们这个俄罗斯啊 被有些个不坏好仪的人给陷害了 意思就是他本来不想打仗的 有些个人在背后不坏好仪 你看到没有 这个背后不坏好仪的人 肯定不是俄罗斯的人 肯定也不是普京自个儿 因为是另外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是吧 只有两种人嘛 一种就是西方嘛 是吧 拜登 北约 他们这帮人陷害 一种人呢 就只有细胞子了 因为只有这三种力量卷的最深嘛 谁陷害他呢 谁把普京给忽悠了呢 所以你 你如果说是美国 如果说是北约的话 你普京你最后不拍板打 可不可以呢 没人逼着你打呀 没人说普京你给老子打乌克兰啊 否则的话 我要你的狗头 要你的命 没有人敢这么说 最后决定拍板打一仗的 最后决定派兵直接开炮的 还是你普京自己 拜登没有这样的力量 他无法控制 直接控制这个普京的脑中枢 是不是 不可能 不可能说 拜登拿着枪 逼着普京 说你不下命令打乌克兰 我弄死你 没有这样的事情 后来他们有些人就分析我北京的一个小兄弟就说的呀 就当时乌克兰普京打乌克兰之前的20天 他特意跑了一趟北京跟习主席两个人单独见面聊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两个人就达成了协议你才前面打我他妈在后面支持你 我们搞起来跟西方的这个邪恶的失恋我们我们干将起来谁怕谁呀干就是了是不是 所以普京回去了以后二号不说就赶紧干 中国这边就赶紧就送姑娘送武器啊 送人 结果没想到普京 搞不下去 攻不下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个什么情况呢 到底是习近平被这个 普京给给赦局 不怀好意给拉进水呢 那陷害呢 还是普京反过来被习近平那设了一个圈套给中招了给陷害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所以这边据说啊 据说习包子就已经做了决定了啊 真的 说这个要派这个共军呢去乌克兰呢与北约 开仗 这是这是胡锡进里面的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有核武器 人家俄罗斯也有核武器 赶紧给打呀 是不是 为什么不打呢 还默默唧唧干嘛呢 这是胡锡进的意思 胡锡进的意思就是说最好是把这个仗打大 最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干将起来 最好是大家都开始扔核弹 这样的话 习近平就高正无忧了啊 反正习近平他觉得我也没人理核弹是俄罗斯扔的 怎样把这个局做大 怎样把这个电火 战火拱起来 说这个习近平最后就是 支持钱 支持姑娘 支持 军事设备 没用 就像美国支持这个俄罗 支持这个乌克兰又是这个飞机那个 那个那个导弹的没什么暖用 你必须要下场 必须要排兵 这个把人派过去才是最有用的 所以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如果不排兵的话就是个扯蛋的事情 是不是 那么中国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支持俄罗斯 你就送点姑娘送点这个什么 子弹 送点弹要送点坦克送点汽车 没什么暖用 真没用 你必须要下场 就像当年毛泽东 是吧 毛泽东 二话不说 直接把从福建前行的这个 中国人民土工军就调到北京调到北方 去打韩战 这样就搞起来了吗 世界就大 事就闹起来了吗 中国这边就高准无忧了吗 这个道理多简单呢 所以今天的胡锡进释放出来的这些个消息 我北京的小兄弟告诉我的 说明习主席真的已经要准备派兵跟北约跟这个美国要直接扛上了 过去叫抗美 元元什么元朝 现在要抗美 元什么 元俄 就这么来 直接给我干起来 而且一旦这个军队一开过去 包子在中国就宣布进入战事的高度管制的状态国内的所有的经济呀 所有的政治啊 所有的外交啊都妥妥贴贴的稳稳当当的他可以坐在中南海 高枕无忧继续当官派菜私老婆继续喝酒搞姑娘 舒舒服服的 所以这个东西绝对是真的啊 胡锡进的话要多看 没事 墙内的其他的人都不都不都不值得看什么孔静东啊什么张维为呀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金灿荣啊 这些都是一个垃圾 胡锡进的微博一定要仔细看里面一定是有文章的 这种话说出来他肯定是 背后有得到一些个秘密的消息的 否则他不会把说说的这么满的啊 谢谢